我们都知道印度爱摔飞机那可是出了名的 40年1000多架个型战机纷纷不敢隐蔽 印度也因此被网友调侃为 击落过世界上所有国家战机的最牛国家没有之一 但是无论摔再多的飞机 也无法阻止阿三哥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雄心壮志 这不阿三哥又get新技能 将印度神炮给沦为牺牲品 还甩博给中国 不少网友就问 这飞机飞在天上可以摔下来 那么这走在地上的大炮到底怎么个玩法呢 实际上阿三哥在开挂的路上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先来看一下阿三哥手里引以为豪的神炮 在印度有一支号称世界第一的高原山地部队 该军所装备的即是FH-77B榴弹炮 这门大炮来头不小 在1985年印度花费13亿美元 从瑞典购买了400余门FH-77B榴弹炮 这榴弹炮采用了先进的液压动力 是当时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火炮 只需要两名炮手 在两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该炮的行军战斗状态切换 该炮在其他性能也相当出彩 采用39倍口径的155毫米线糖伸管 射程因发射的榴弹炮种类不同 而有24千米、30千米、2500米不等 持续射速为每分钟6发 急促射速为4秒一发 如此优异的性能在战场上自然是如鱼得水 无论是在1988年印巴冰川战役 还是在1999年第四次印巴冲突中 FH77B榴弹炮都大放一台 印度没有理由不进行山寨 其国产丹鲁石155榴弹炮 并且在2014年的时候就叫嚣这门火炮即将服役 只不过到了现在这门大炮依旧在试验当中 尽管还在试验中 但还是被调皮的阿三给玩坏了 最近印度又炸锅了 第一是丹鲁石神炮在试验中 炮弹击中炮口制退器 炮弹击中炮口 这事天下估计只此一家别无分辨 而且这很容易引发严重的爆炸事故 一枚在炮口爆炸的155毫米榴弹炮 对周边的人员和设备将是致命的 而在此前的一次试验中 这门大炮不负众望 将离得远远的工作人员给轰了个半死不活 就这么简单的抄袭工作 印度都差点道出人命 想成为亚洲第一 阿三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这事还不算完 阿三装博作样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 认定单独施火炮的故障原因 是因为使用中国生产的滚珠轴承 尺寸偏差过大 这严重危害了印度的国防安全事业 将一口硕大的黑锅摔给了中国 这次又是阿三无中生有吗 那倒也不是 这些滚珠轴承 确实是中国河南洛阳某公司生产的 要知道河南洛阳重工 那可是天下出了名的 为中国航天生产的轴承都没事 怎么到了阿三这神炮上就出事了呢 仔细一想发现大有蹊跷 轴承是负责火炮的抚养机构 而炮口致退器是直接和炮管刚性连接的 也就是说炮弹打到炮口致退器 和轴承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明明是炮口致退器的误差 这锅甩得可以 印度想赶超中国的心情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么胡乱的甩锅那就不对了 自己没有什么工业基础 那也不能破冠破摔 拉别人下水啊 真是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啊 想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阿三你还是谢谢吧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